哈喽大家好我是Summer 今天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九级苏联的重型 收藏型 OBJ752 这台的话基本上 如果你们只要看见商店有在卖 这台的话是Summer最推荐入手的其中一台 可以算是前三名 为什么 因为这台九级 它跟其他苏联坦克不一样 它的强度是强势级的 这边的话小伙伴喜欢的话 这台一定要买上来 它打十几坦克一点都不需要 然后装甲的话非常的好 第一场的话王朝明珠 我看到现在那个 Summer最近真的是因为快要过年的关系了 然后我的工作 我看到我工作性质 圣诞节 还有新年 我都会非常非常的忙 然后这边的话来感谢有机会再跟小伙伴分享Summer的工作 来这边的话第一场我们好好打 我不知道这个影片下一个影片是什么时候才能拍了 第一场的话我的小伙伴S7是跟着我一起压的 我还没有看对面的配置 来来来来 有一台有一台 有一台 有一台263 好好瞄准 他这一炮打我没穿 我有一炮打他也没穿 然后他的T54的话在我们的前面 752 他们也有752 然后还有一台西帅 S7的话是压了一个边 这样的话这台263 他如果不走的话他等一下会被我打 就像这样 你看他的DPM很快啊 我们的DPM也不差 以弹夹来说 他装填的那个间隔时间 我们的输出有效火力会比较大 所以这台263的话来 很显然他已经玩错了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看我要不要收他 哎呀我天哪 我的小伙伴 我的S7小伙伴 帮我收掉他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打 C帅也可以收掉 M60跟183 两台在这边 OK215刷我一炮 哈哈哈哈你看 哎呦我天哪 我的小伙伴好给力哦 他直接帮我 哎呦我天哪 他们本来该打到我的都没有打到 我752进装填了 我们来刷这台 然后752的话我也可以刷一下 来752这边的话 哎呦我天哪 大哥我错了 哈哈哈哈 三门刷他没刷到 来95这边的话去打他了 OK他打我没穿 我的观测 我的观测坏了 OK观测坏没关系 哎哎哎哎我天哪 他还想要打那个 他还想要随便开炮 OK我这边的话 来哎呦我天哪 三门这里炮没穿 哎要换吗 我觉得不要换 我们让我们的R7去收 对让我们的R7去收 你要打我吗 哎呦我天哪 他真的 他真的要打我 他不跳哦 他不跳死哦 没血量的他也打 来这台183很可爱 没事不要玩183 我跟你说 你的那个游戏体验的话 会相对的差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183本来就不是一个 哎呃在一般战斗中啊 他娱乐模式的话可能不错 一般战斗的话 他真的不是太正规的坦克哦 通常当沙包比较多 来第一场的话 打了不到三分钟哦 我扣掉走位的时间 大概两分半 只有三门被带走 然后我的下半门全员进攻 打了两千五啊 OK非常非常强的坦克哦 你看哦他在十几房 他都能就是有他自己的一个 一个一个地位在啊 来三门这边的话 是玩了61场的 哎这台哦 我看到三门叫他九帝 九集里面的皇帝哦 我上次有玩过一部影片 然后今天的话 小伙伴们在看见这台 我是特别拍的哦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自己本身哦 圣诞节跟新年我都会特别很忙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我要推这台给小伙伴哦 你们如果是说还没有 或者是说你们对高级的坦克 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那优先哦 你们看到这台的话可以 直接买 不用考虑 不用考虑他的任何问题哦 他就是一个字 强 非常非常的强 第二场的话 大八级小九级坊 OK 三门要认真打了 我都没有 一直在聊天哦 都没有时间看那个配置 对面的话有一台重行走 走中间了 然后老虎二这边的话 刚刚跟我插身而过 他们两台 两台走的这边啊 哎我小伙伴那边的话 可以开炮吗 可以 来小伙伴可以开炮 然后我这边的话 我也要开 你看哦 他还有侧甲 他很恐怖 他全身都是装甲 然后带一个弹甲 真的很强很强 我们这边的话 来三门为了防止我的小伙伴在西点被一波流 我要往前开 我不只要做吸引哦 我还要把人带走 他的那个五九在这边的话 来先刷他五九一炮 然后五九这边的话要下去吗 OK他不管他下不下 这个弹甲哦 OK 基本上三发 三发命中过后 第四发就有大概率暴击 如果你有在念那个技能的话 所以这个弹甲是两发两发 你只要前面 两个弹甲 都有命中 然后 你第二个弹甲的最后一发 就会非常非常的痛 来这边的话 再剑来不及回首 根本不用客气哦 你就这样一路开 甚至 甚至不用什么战术啊 你随便这样开 来 就能赢了 704 704这边的话 在看着我的那个小伙伴 30滴血 OK 30滴血的话 Summer可以选择不要 OK 来开瞄准镜 开瞄准镜 这边的话来 哎呦我刷你一炮 然后OK 吃他一炮 剩下他了 剩下他跟一台没有血的那个 那个 175 OK 他会要打我 对如果他要输出的话 我们假装上去 不然的话他直接下来的话 我就没有时间装点了 这种 OK 都是经验哦 然后呢 这边他有两个选择 他可以直接来带我 带走 或者是说 他被我的队友B开炮 OK 行 很显然 他选择我 我们这边的话 往后退 往后退 然后 看他怎么做 他应该还是要选我嘛 OK 他不选我了 来再见 来不及回首 就是这样简单哦 OBJ752 你没有收藏坦克的话 或者是说你没有金币坦克 或者是说你刚加入我们散机站 你需要一台 很全能 然后又是重型 又能打前线 不会躲在后面黑枪哦 这台优先 一定要买 2009第二场 我就不看了 来这边的话 我们今天就是主要 忙里偷闲 OK 真的是忙里偷闲 如果我下班看见Summer的影片 没更新 OK 千万要多体谅Summer Summer 这边的话 过年 还有圣诞节 OK 除了到除夕那一天 除夕那一天 我甚至都 完全是没时间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尽量 如果是说我不累 我下班过后 他们能玩就尽量玩 第三场的话 是罗曼底 大师机方 大九级 大九级 然后小师机方 应该是不虚的 看我们的小班怎么打 然后这边的话 哎呦我天呐 这个 这个鲍伊是铁了心要来 这样的话 来看一下几台几台几台重型 重型的话 在另外一边 然后这边的话 鲍伊是不可能会过来的 我们进装填 完蛋夹坦克 就是如果 中间 就是断层的时间太长 这边的话就是一定要进装填 不要跟他们拖 因为这一炮如果你拖的话 就会完蛋了 然后这边的话 哎呦我天呐 来Summer刷一炮没刷到 然后这边的话 来 OK 我甩了一下我的头 我甩了一下我的头 导致他没击酸 然后鲍伊的话是不会玩的 因为他知道我开两炮 可是他没有来压我 代表什么 代表他不会酸蛋夹 哈哈哈 天呐 也太想往这边跑 OK 这样的话来Summer Summer刷这台 刷小征服者 来刷 跟他一定要吃他一炮 除非是他自己没瞄准好 我小伙伴那边的话 很像是打不赢 对小伙伴那边的话打不赢 蟋蟋的话被我卡在这边 蟋蟋应该是不太可能会动 263的话动了 然后这边的话 OK这台要跑 来小伙伴那边的话怎么说 OK刷他一炮 然后蟋蟋这边的话 OK蟋蟋要出来吗 蟋蟋不出来 然后这炮的话我们要开 这炮已经有目标了 对这炮的话肯定要开 然后他打我没穿 我们让小伙伴进攻 让小伙伴进攻 对这边的话来进攻 蟋蟋交给我 OK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要打谁先 我打这台先好了 这场的话有可能 有可能会输 不好说 三门还有一炮 这炮的话是肯定留给蟋蟋的 然后我小伙伴那边的话 哎呦我天哪 来三门打他没有穿 三门打他没有穿 然后我要绕一下 我要绕一下 我要绕一下 我要走我要走 来来来来完蛋 完蛋 躲一下躲一下 OK行 上面的话是三台 我拿四台小伙伴是水 175T30 268跟215 他们没能打过 然后BC的话 BC跑进那边搅局 我这边的话我切一个金币蛋 OK金币蛋这边的话 哎呦我天哪K70 有一台K70 然后这边的话100的话是在看着我 D型的话是我比较没有力 先拖一下 赢的话是不好说 我感觉不太可能 OK D型的话我被压制了 正常来说我要转场 可是我转的话我小伙伴被带走 哎呦我天哪来这个 哎呦我天哪这个怎么直接这样冲了 然后BC那边的话 哎呦我天哪来这个BC 烙一下 然后Tukui Tukui Tukui要下来了 然后BC也下来了 我的263呢 我的263躲在旁边了 OK哦这样的话来这台BC 他要硬跟我换了 我们这边的话跟他换 跟他换一下 买不及 那弹夹也好了 然后Tukui Tukui也硬上 来263把Tukui带走漂亮 不过 查迪伦哦 OK哦 新四皇在我们这种情况下 他是血量算是 算他满血哦 然后还有一台100干擾 应该是不太可能会翻的啦 OK来开完这一炮 然后BC出来 那个查迪伦出来收割 第三场的话没能取胜 很强对不对 来小伙伴喜欢 一定要买 打了2700啊 OK哦 大A 十几房 我的小伙伴这边的话 215应该是 OK新玩家 他应该是开场就是 可能稍微的丢的比较快 应该是被集火的关系哦 土龟 土龟这边的话 如果是说新玩家 你不要看土龟是183的前身哦 如果是新玩家 或者是对命中率 就是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 你打他基本上 他可以吸收掉 很多的那个伤害 所以这边哦 上面猜哦 可能刚刚是100跟土龟 吸掉他们太多的伤害 导致他们那边的话 完完全全的留下四台给我们哦 第四场的话 大九级 大八级 然后小九级 大哥车 OK来作为大哥的话 应该会比较容易打 T92 T92的话也是大哥 他一台的话他要去抓吗 他的对手是一个 T69吧 没错吧 应该是T69 很显然 他没有去点亮 他没有点亮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就不能玩占领了 不能拖哦 因为完全是没事耶 我们让小伙伴 喊进攻 然后这台的话他没有上 我们自己上 C点的话再占领 不过C点的占领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路头的哦 来了一辆 来了一辆小征服者 然后这边的话还可以 这个可以打 他打我没有穿 然后我们算时间 4秒 4秒钟 OK 两炮他两炮都没穿 我们喊进攻 压缩他的位置 他的驱逐不在我们这边哦 所以我们让小伙伴去持炮 对对对来喊进攻 他的小征服者这边的话 已经走位了 对他的小征服者完全走位了 然后小伙伴这边的话 要上T30那个位置的话 我不是很想打 对T30那边的话 我不是很想打 我们打他的征服者 对打他的征服者 Summer很坏哦 Summer这边的话是想要先捡员 因为他们已经捡我们的员了 哎呦我天啊 不要跟着 不要跟着我的屁股走 哎呦这边的话 我们我们吃炮 我们吃炮 不要跟那个小伙伴一直在这边卡 那个位置哦 我们这场的话有 有土龟 OK 土龟的话可以把它收掉 然后他的小伙伴这边的话 会要过来 我们稍微的压制一下 不要让他们过来 他们那边的话 4台是一波流 OK哦很显然哦 这个就是让小伙伴去点亮的关系 来这边的话打他 打他打他打他 他是弹甲 他没买那个什么 OK 他有买他有买 我小伙伴在后面 我的土龟转场了 这个的话就比较尴尬一点了 这场的话要赢的话 要再快一点 他们那边的话坦克太多 OK行 然后这台的话来 刷刷刷刷刷 赶快刷 4秒钟 打完的话马上进装填 来打完再进装填 452这边的话 刚刚开炮了 我们175在后面 不要卡 拜托 Summer断线了 有没有搞错 OMG 不要断线 我能赢的不要断线 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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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能赢了 Summer断线 等一下等一下 上面去看一下 OMG断线 完蛋了来我们的 我们的第四场要输 应该要输 Summer有把握赢 可是他断线了 现在的话 他 为什么他会减远 他的时间还在算 OK真的断线 我还存活 没有没有我没存活 气死我了 我打得好好的 这场有可能高伤害的 OK 第四场打了一个2,900 OMG OK 这场最少应该能4,000 OK 断线 然后靠着小伙伴的话 我们还是去胜 进第五场战斗 我还以为真的 白费了 来没有白费这边的话 我的小伙伴还是很给力 第五场的话是米德尔宝 小八大九级房 OK 这种就是正规的九级房 为什么 你只要看见 比如说九级房 然后你两台八级 然后没有配 不是三台 两台八级 它就是正规的房 OK 这种的话就是会配两个小弟 小伙伴那边的话 K91叫我进攻 然后我要上山 上面的话是一台那个 嗯 德国的三十清醒 小伙伴那边的话 OK 我很进攻 我被晾了 来清醒这边的话 晾我了 所以它现在它不能占一个C点 为什么它不能占C点 因为它打不够 不过如果是说它有小伙伴的话 就另当别论了 他们那边的话 来下面的那个T30 T30被击火了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清醒会跑 他们的清醒应该会跑 我这边的话我看 我这个C点的话 我不要占领 我不要让下面有太多的感觉说 下面可以突破 对它的清醒已经跑了 这样的话 Summer就进入了一个 包脚子的那个状态 它的T30的话被带走 然后K91的话在这边 它才刚跑不久 然后这边的话再来多一炮 它进去也没用了 对它会被我们的那个小伙伴收割 我这边的话来 这场有点搞笑 哈哈哈 新首场啊 这场的话是完全的新首场 然后K91的话我可以不理 对我可以吃K91三炮 然后我要优先把这边的带走 然后它的这台的话来 刷它多一炮 把它打着火了 然后它的T30的话会要打我 对T30会要打我 我们还要再吃T30一炮 哎呦我天 OK漂亮来T30没穿 T30没穿的话就马上回头 哇我天啊 不用回头 小伙伴OK啊 虽然说是新玩家 可是它们 在下面的情况下它们是打赢了 然后这边的话来 我们跟那个换 把它顶着把它顶着 CC64的话是单发伤害 对靠它了 这边的话三本进装填了 对一炮把它带走 漂亮 来第五场的话拿下了 我有在算那台德国清醒 可是我没想到它跑得那么慢 如果它再跑早一点的话 三本是拿它没办法的 2500的伤害啊 然后小伙伴这边的话 你们想看吗 6000场 会进城的 基本上新玩家偏多 这个的话13000场 我看一下 很像型的样子 蛮厉害 算是一个高手 陪着它们一起进城 然后1900多场 会进城的 基本上都是新玩家 不然就是经验比较不够 因为进城的话 你会打得很被动 你看K91 1000场 然后这场 基本上都是一个新手机 所以这边的话 上面才会说 陪打比较多 发现两个人补助400 打了2500 我再来看一下它们的那个 OK 这个9万场 这个不是新手 这个是单纯的被它队友 就是抛弃的 OK 它 特别的来点亮三门 然后没有人支援它 导致它 背后面对着我们 我们现在的话 第一场的话是 是 王朝明珠吗 很像不是 OK 第一场的话是育空 育空跑到下面去 因为这边的话 刚刚是断线 2900 然后 王朝明珠 2500 然后东方港 2900 罗曼迪2700 然后米德尔宝的话 2500 然后刚刚刚刚这一场的话 应该是没录到 罗曼 王朝明珠 我记得有一场的话 是 星湾 星湾很像没有录到 来这边的话是 五圣 四圣一拜 四圣一拜啊 来进我们的ending time OK 这边的话跟小伙伴们 再说多一次 上了圣诞节过后 紧接着新年 都是非常忙碌的 改天有机会的话 再跟大家介绍我的工作 来ending time 这边的话 大十 大九 小十几方 很强的坦克 OBJ752 喜欢的小伙伴 你们看见的话 如果是说你们有足够的金币 或者是说他出箱子 你们都能考虑 这台坦克的话 你不要看他是九级 他打十级也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他的压力会非常的小 比起其他九级的那个收场 他算是 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所以这边的话 他是九级坦克 Summer把它取名为九帝 九级的皇帝 ending time TVP 然后120 跟意大利B 这边的话过来了 TVP点不亮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来Summer刷一炮 这炮的话运气非常的好 有刷到 然后我要进装填 对Summer要进装填 意大利B那边的话会打我 然后我要小心 对我这边的话要过去也行 他们的坦克很像不在这边 我们很进攻 对果然 他们的坦克不在这边 这台意大利B的话要先压 对这台要先压 他跑掉了吗 他很像跑到这边来 然后我们来打这台120 对先打这台120 撞他一下 来我们这边的话 打了他我要躲一下 对因为他们这边的话有坦克 OK来他一炮没穿 OK两炮没穿 漂亮 WowSummer完全卡住他们了 Summer完全卡住他们了 OK 又先把你带走 来他又没穿 哎呦我天呐我不要打你 我要打这台 来来来Summer要打这台 ending time的话能赢 OK这个交给我就可以了 意大利 意大利这台根本拿我们没办法 然后他们那边的话还有一台 那个K70 K70应该是要来帮忙啊 来我这边的话 装填时间被他打了很多炮 然后我要做一个牺牲打 对 这一炮的话我要吃下来 不过很可惜哦 他没办法击穿我 来我们这边的话过去 TVP跟E4的话在前面的位置 对没错来 他们还能再吃他一炮 切一个金币帐 我直接不跟你摆了 我直接打你你很假也行 OK 9101那边的话被那个 268V4带走 OK Nice 哇 他炮卡飞高高 哈哈 来我们的ending time要赢了 9级里面的皇帝哦 他们那边的话 183 OK 剩一台T71了 我们稍微的修一下 基本上这个有修没修应该都没差 我小伙伴那边的话全都没雪了 然后 现在雪量最多的是E4 OK 来网路又卡了 12345台坦克 我不相信换不过这台T71 对你看我甚至都还没到就已经赢了 来ending time这边的话去胜了 很强哦 这个中性啊 然后 10级的那个中性 基本上也未必打得赢你 来ending time的话 拿了一个3200组长伤害 打了一个3650的十级方 还能打出一个MVP 然后发现零补助 打了3600 我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 新玩家真的是 越来越多啊 来 Summer这边的话 我喜欢 他们以后慢慢都会变强 会成为就是 很可靠的那个对手 或者是队友 来我们这边的话 期待他们的成长 然后今天跟小伙伴玩我们的OBJ75 总共是赢了5场 2500 2900 然后这场的话没人去胜 然后2500 然后ending场的话 OK 3600 还有一场的话 这在下面 育空断险 5胜礼拜 希望小伙伴看的开心 也祝大家游戏快 这边的话 提早跟小伙伴拜一个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我看到工作也顺利 有读书来学进步 这边的话 记得帮上面点一个赞 大家点赞 是 Summer制作影片的动力 这边感谢大家 下一期呢 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 下一期见 大家拜拜